之前在节目里都有一个称呼叫你静哥哥 所以呢现在我想问问唐嫣私下里会怎么称呼你呢 嗯 你怎么称呼静哥哥呢 这个 这个还是 还是就留给我们自己私下里 哦 当年唐嫣和秋泽可以说是一系生情 两人合作了好几部戏 比如夏家三千金 爱情顺性了以及爱情真善美 当时的唐嫣的名气不及秋泽 但是对于秋泽可以说是付出了全部的爱 两个人在一起后 唐嫣很少出门 这也是秋泽不让唐嫣出去的原因 没事的时候就在家里拖地 扫地 甚至为秋泽刷马桶 在唐嫣沉浸在做小女人的幸福时 秋泽被爆出出轨嫩魔力于分 后者经常谈判秋泽 而且举止心理 后来秋泽终于劈腿了 果然是很渣男的 在分手后 唐嫣甚至一度想不开 尽管如此 有事便有的 唐嫣在秋泽之后遇上了罗继 在2001年的时候 唐嫣在拍摄乱世佳人的时候 认识了先任老公罗继 但是两人当时并没有产生爱情的火花 直到合作第四部戏锦绣未央的时候 两人才公布恋情 当时刚刚公布时 网友们大呼唐嫣终于找对人了 因为罗继真的是一个很靠谱 很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尽管作品众多 演技优秀 但罗继一直都是一个低调形式的人 无论是工作还是爱情 在片场 罗继谦逊敬业 在爱情上 罗继与唐嫣低调恋爱长跑 然后低调结婚生子 两人很少在社交平台上求爱 但每次一通出席活动 总是手拉手十分甜蜜 罗敬唐嫣十年塑造多彩角色 以自我前行历练不断完成实力飞跃 以自身成熟演技不断创造全新改变 观众口碑印证戏里戏外人气双赢 在一次颁奖赏典点上 唐嫣和罗继一同出场 在两人手牵手一起走向舞台中央时 唐嫣的鞋带突然松了 谁注意到此时罗继的举动简直填翻全场 只见罗敬弯腰帮唐嫣整理好鞋带后 穿扶着唐嫣继续向舞台中央走去 而现场的观众则是一片欢呼 场面不要太甜蜜 两人不仅会在台上甜蜜互动 私下采访的时候都会互相夸赞对方 在一次访谈节目上 主持问罗敬 你和唐嫣都会做饭 罗敬回答道 我们俩都会做饭 这是两人做饭的强项不一样 罗敬唐嫣自己做的饭难看但是好吃 而唐嫣做的饭是好看又好吃 主持人听完当即笑出了声 接着罗敬谈到了第一次见到唐嫣时的情景 感叹命运真的好奇妙 因为罗敬第一次看见唐嫣时是没什么感觉的 唐嫣也是如此 只是两人在不知不觉中就走到了一起 第一次跟他见面是什么时候 他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第一次见面是在 有一年参加一个活动 我觉得命运就是很奇妙 你当时看到他的时候也不会觉得 没有基本上没什么感觉 他看到我也没什么感觉 就是我们都没什么感觉 而唐嫣在一档综艺节目上则谈到女儿刚出生时 罗敬对女儿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即使是通宵工作完回家 也要先包一包女儿 抖一动女儿后才睡觉 可以说是一个妥妥的女儿奴了 结婚后 唐嫣免不了要和罗敬的父母一起生活 不少人都在担心唐嫣和自己的婆婆之间是否会引发婆媳矛盾 但后来看来网友们的担心纯属多余 唐嫣的婆婆对自己的这个儿媳妇可满意了 别的儿媳妇叫丈夫的母亲都是叫妈妈 唐嫣对罗敬的母亲却不叫妈 而是叫这四个字 婆婆心里乐开了花 婚后的唐嫣和婆婆相处得如同母女 唐嫣对罗敬的妈妈既不叫妈妈 也不叫婆婆 而是叫女神妈妈 相信罗敬的母亲听到之后会非常的开心和高兴 能拥有这样一位好儿媳妇 其实在婚姻当中 婆媳的相处也是一门学问 其实在相处当中只要相互包容 互相理解 婆媳之间也是很好相处的 大家喜欢唐嫣和婆婆的相处方式吗 新手爸爸也一直在拍戏 然后中间有一天时间就会马上回来 如果说以往的话 肯定会想睡个宝觉 但是有一天我记得我还在睡觉 爸爸很早就起来了 他就说我要去抱他了 就看到他一直在逗着小孩玩 已经一个上午了 下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